许多家长都会认为服用益生菌能够改善小孩的过敏体质 不过这真的是正确的吗 台中医院小儿科主任医师陈敏公研究文献后指出 益生菌是可以改善极限的腹泻 以及青春期以后的肠躁症 坊间宣称可以改善鼻子过敏、气喘或感冒 只是夸大其词 这些民众不用花大钱来购买使用 而是注意调整生活作息 养活自身的好菌 医生为7岁的病童看诊 因为鼻豆炎住院又有急性腹泻的症状 医生因而开立医生菌缓解病童不适 但一般人对于医生菌的效果却有不同见解 其实许多家长都有相同迷思 认为医生菌对改善过敏促进肠胃蠕动有帮助 但台中医院小儿科主任医师陈敏公表示 根据最新医疗文献 房间宣称的医生菌疗效可能夸大其词 那或是说为了腹肌道问题减少感冒 或是为了减少过敏 事实上这些都是夸大其词 因为事实上医生菌对我们人体的帮忙有限 然后的确有些有效 但是这个医疗人员来协助 不要自己自行购买医生菌 因为它很多的添加物 很多的一个复兴剂 事实上它的安全技术是有待考验的 医师指出医生菌可以改善急性腹泻 婴儿肠脚痛 以及青春期以后的肠躁症 但对于气喘 异味性皮肤炎完全没帮助 好菌还是得靠自己养 事实上我们平常我们过去 只要常常吃一些蔬菜 然后吃一些发酵的制品 比如说油肉卤 比如说韩国人常吃的泡菜 那中国人也有很多 事实上我们的酸菜 服菜 这个都是养菌的很好的方法 事实上只要有健康的蔬菜 水果 都可以帮我们自己的菌茁壮 市面上医生菌保健食品 琳琅满目 但医师建议 养活人体肠内固有的医生菌 还是东仰赖均衡饮食规律运动 才是保健之道 记者张伟玲台中采访报导 在这里有点赞 优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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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